今天是2023年4月27日 今天是星期四 一個人下午有些時間 決定去下一個短途的山 在荃灣市區附近有一個叫做夏花山的地方 這個山不高的 大概是315米左右 在荃威花園上這個完全古道的位置 沿著樓梯級再上 沒多久就會到這個山頂 山頂可以撫嵌下來 看到青衣和荃灣一帶的風景 從荃灣市區開始走上來 直到山頂回程程的路程 大概是6公里左右 上坡300多米 走了大概11,000步 今天來到荃灣 現在有些時間 下午打算不如在附近走山 現在身處的位置 就是奇德尊新村 在前面走 走出去大沖道 前面這裏是荃灣廣場 首先走這裏過馬路 左手邊就出去大沖道 經過這條就是大沖道 一會兒直接上去 在沙咀道轉左 走到沙咀道這個位置 繼續向漁景新城的方向 繼續向漁景新城的方向 上這條天橋 橫過去出入去 穿過漁景新城 出去馬路出邊 天橋來的 今天經過這個全景花園 今天走到這裏 牌寫著去港安醫院 轉左手邊走去前面 過一些路口 那裏就可以上去入山的位置 現在這條就叫做安然街 走出來這裏 對面就是港安醫院 直走去前面斜路 前面少少就是起步點 這裏就是起步點 今天是2023年的4月27號 是星期四來的 現在來到這裏 完全古道的樓梯口上 正式開始起步了 一起步就走樓梯級的 總共有577級 這裏走都頗好 樓梯都頗平整的 樓梯都頗好走的 樓梯都頗好走的 樓梯級走到沒多久呢 這裏側邊有一棵大榕樹 透過樹松看出去 就看到全威花園 旁邊這裏 老榕樹一大排 平日假期也有很多 走山的山蟹 在這裏打卡拍照的 在這裏榕樹的右手邊 有一塊很大石旁邊 有一個石屋 不過已經是破爛不堪的了 在這裏拍了一陣間相 繼續上攀 上這些石級先 走上少少 又開始在一個開陽 位可以看到下面的 下面就是全灣路 可以看到全灣路一帶的 交通狀況 繼續沿樓梯上 走到這裏有一條橋仔 橫過這條橋仔 向右邊繼續上樓梯級 沒多久就上到 引水道這個位置 在這裏休息一下 坐一下喝一下 一陣間繼續沿斜路上 斜路這裏有分支路 就靠右手邊 我們這次走樓梯 如果走左手邊 是一條斜路來的 水泥路 不喜歡走樓梯 走水泥路 我可以走這裏 原始的山徑 走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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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來這個交接位 左手邊 就是水泥路上來的位置 我現在上到這裏 繼續沿右手邊 直上 這條斜路都幾斜下 不覺不覺的 好了 上到這裏 有個艇的 在右手邊 先休息一下 一陣子 背後 就是上下花山的位置 沿著原始的山徑 休息完一陣子 繼續出發 上下花山的山頂 沿著原始的山徑 這裏開始 就沒有水泥路 全部都是普通的沙泥石路 也很好走的 斜道不是很大 山也不高 上少少就到頂了 前面看到非常明顯的山路 就是上下花山頂 右手邊有一支旗桿 那個就是頂位 再遠望背後 隱約看到大帽山的山頂 波波 不過被雲霞遮了 下花山的山頂 一般一般行山 多數都是由這個 全圍花園上來 多數是完全古道地出去的 很少 有些人偶爾上來 就比較少上下花山頂 其實它就是在全圍花園背後 一個小山 高315米左右 其實如果是短程 在這裏可以看上去山頂 對下 荃灣和吉青衣島 都很漂亮的 如果天氣好 在這裏拍照都不錯的 好 到達這個下花山的山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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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桿這裏就是最高點了 好 今天走上這個大石頂 好 今天走上這個大石頂 居高臨下 居高臨下欣賞一下風景 先拍一下相片 今天天氣 視野都不算太過清晰 不過連續這麼多日都蜜雲 有些微微雨 今天都算好天的了 前面這塊應該就是 那個標高柱了 再遠望高高的座 應該是余芯廣場 裡面的余芯酒店 看到這個南巴勒海峽 分隔了這個荃灣市區 和這個青衣島 現在右手邊看過這條很斜的暗斜山路 應該就是上去完全那裏 經過石龍拱那條路 真是幾斜的 再沿著山頂 右手邊一路上去那個頂位 那個應該就是石龍拱的山頂了 那裏看過風景就是青馬商橋 來的 跟我們這邊看的景色又有些不同了 其實在這個下花山的山頂 向前面微微斜斜地落少少 下面的景色更加開揚的 那這裏可以看到荃灣更近些 風景更加清晰 而且下面這裏下去呢 是有路落下面的 上落都有的 不過就不是那麼好走的 相對跟原始 剛才由那個艇上來的位置 那所以如果正常想走舒服些 就沿路折返就會好些的 船 back 都現在先在山頂下花山 開始下山了 今天陰天靜的 不過早幾天又好天ら很多 早幾天一直密負到陰雲 非常厚的雲層 今天無可就可以叫 有少少陽光 還有不曬也好 沒有啦 好 夏花山上完风景之后下来很快又到刚才休息的艇 今天就不走那么远了因为不够时间 下午晚上有些安排活动 唯有沿路折返 转左下回去 刚才上山由左边上来的楼梯位 在下山那边走到斜楼下回去 斜楼比较斜一点 不过就没有楼梯 在水泥路斜楼下山途中有一个开阳位都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荃湾一带风景 下山非常之快因为容易斜楼 稍后下回来引水道 走到楼梯下回港区医院那边就完了今天的脚程 这一段的楼梯级真的铺得非常之好 所以上又容易 下都容易 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有时锻炼一下体能 这里也挺好的 好了下回来终点 好今天走完了大约6公里左右 走了两个多钟 由荃湾鱼心广场开始计算 其实应该过半钟左右 要上下山来回 现在走下去了 结束今天的行程 今天短线 逍遥下午游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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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